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卫唱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些 大家都说铁粉铁粉 那铁粉到底怎么养成 我认为铁粉 第一个你要帮铁粉定义 什么是铁粉 对我来说铁粉就是 盲目挺你的一群人 为什么要盲目挺你的 因为每个人呢 都会做错事 任何的品牌 任何企业品牌 任何个人品牌 他们有时候都会土贼 他都会做错事 可是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太爱你 就算你做错事 他们还会帮你辩护 所以 你看任何个人品牌 甚至马英九 甚至陈水扁 他们现在都还是有很多铁粉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养成铁粉呢 我们就要用 这个所谓的行销漏斗的概念 在行销学上面有所谓行销漏斗 上面是 售车然后进来 然后慢慢筛选出 真正 喜欢你的人 那在这个行销漏斗的 这一边呢就是从客观到主观 客观的意思就是说 你写出来东西 可能谁都不得罪 你可能就是 非常讨好每个人 可是问题是当时间已久 这些读者跟着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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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久越来越了解你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发现 哦原来 你是有某种正当倾向 譬如说 你是挺蓝的 然后他们会发现 哦原来你是喜欢狗的 不喜欢猫的 好 或者就是你可能挺同志恋 挺同性恋的 反同性恋的 反正就是 在你创作这段过程期间 很多人会看着你 然后慢慢慢慢了解你的个性 那当他们读者了解你的个性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 哦哦 那我 你是挺蓝的 那我就 不看你 然后他们就走了 所以慢慢会 剥落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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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到最后呢 那些真正才才是真正 你的铁粉 所以 从客观到主观 但是你也 你也不用怕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筛选铁粉的过程 所以你就是 忠实的表达自我 然后喜欢你的人就留下来 不喜欢你就走 好 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你不用去讨好任何人 因为讨好任何人 其实到最后 你其实是没有观众的 再来另外一端呢 是从平凡到新奇 平凡就是 譬如说你 假设你还看电视的话 你可能看50台到58台 每一台都在播一样的新闻 其实你看哪一台 根本一点 都无所谓嘛 对不对 因为反正每一台都播一样的东西 好 那慢慢慢慢 你要从筛选到新奇 这个新奇这个故事呢 就是只有你才能够说出来 譬如说九把刀很红 很多人看九把刀的故事 但是 我可能就 我觉得还好 所以我就没有在看他 所以我就在某个地方 就脱落了 可是喜欢九把刀的粉丝呢 他们就是喜欢他 因为只有九把刀 才可以写出他独意无二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不用怕失去观众 因为失去观众 这只是 我们养成铁粉的一个自然现象 所以 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养出铁粉 好 而不是说 你要每个人都看 不是 因为我们不是媒体 我们是一个自媒体 我们是要有立场跟个性 那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浓缩成一个漏斗 一个行销漏斗 这个漏斗 其实 我想要提上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在 创作的过程中 好 虽然一开始 大家是喜欢我们的内容 但是到了最后 你不能让他们喜欢的内容 你还要 让他们爱上你这个人 因为 内容 是没有灵魂的 内容是很好取代的 假设你 你是写 假设你是写实际 你一天 一年好了 可能po365篇实际 这非常了不起 这表示说你每天都必须外食 每天都必须回来写东西 已经非常了不起的 一年产365篇 可是可能突然有一天 可能有一个录资进来台湾 然后花了两亿 招了很多记者 要成立一个美食网站 这个美食网站 他们的年目标是 一年要有3000篇 好 就比你多10倍哦 好 他们就很多记者 反正一直烧钱 一直烧钱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读者 如果是喜欢你的内容的话 他很可能就被那个新的网站吸引去 因为他爱的是内容嘛 可是如果他爱的是你这个人的话呢 他就不会走 因为他会发现 你写的东西 跟他们写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这个人的关系 所以 我们可以说内容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取代的 甚至以后机器人都可以产生内容 取代掉你 可是你的人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 你要想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 在网友还在关注你的同时 你就要让网友爱上你 那我们怎么样让网友爱上你呢 我跟你讲 你就是要多表现自己 好 多展现自己的个性 然后 这个什么叫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理念要合 他们就会留下来 理念不合 不喜欢你 他们就走 没关系 就是 当这些人呢 爱上你的时候 他们就很难很难 离开你 那未来也是一样 就是你不用怕被取代 当他们爱上你这个人的时候 基本上你写什么东西 他们都会看 再延伸出去 你卖什么东西 他们都有考虑会买 所以 基本上 铁粉的就是 当你推销东西 当你说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会信 所以这个是 我们经营任何品牌 包括企业品牌 包括个人品牌 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是要一群铁粉 然后去捍卫我们的品牌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